男人得到一个神奇的药片 只要吃下就能把大脑开发百分百 不仅能数清别人有多少头发丝 就连随便看一部电影 就能学会李小龙的中国功夫 可就在一天前 男人还只是一个顶级废柴 小舅子看他活得像的垃圾 大方的送给他一片药丸 他说自己在制药厂上班 这一片药丸就价值80万美金 让他可以试一试 尽管这些话不像真的 但男人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 立即吃了下去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但他回家后刚好撞上房东 怒气冲冲地找他要钱 就在这时药丸开启了作用 他的脑子瞬间清醒 仅仅一句话就让房东冷静下来 他瞄到房东的论文书 于是想起几年前看过的论文 仅仅几句话的功夫 他就帮房东写出了一篇 空前绝后的论文 房东也从暴躁 变成了对男人的崇拜 回家后 男人也仿佛换了一个人 不仅几秒钟就能打扫完卫生 就连老板让他写的小说 都能灵感大爆发 哗哗哗写个不停 到了次日 老板一看瞬间惊掉下巴 立即让他继续写下一张 可他的药效已经过了 根本写不出来 为此他赶紧想找小舅子买药 没想到等他开门一看 小舅子已经死了 家里还被洗劫一空 很显然这样的神药 被很多人盯上了 好在在他的一番番找下 找到了一点包 男人只是吃下一颗神药 他的大脑就被开发百分百 别人都在窥骨的时候 男人却每天都赚二十万美金 稍微动动脑子 就能在赌场一直赢钱 就连和金龙大佬交流 也变得侃侃而谈 可他认为这样赚钱还是太慢了 于是他立即借了一百万高利贷 虽然他的利息很高 但他知道这个生意稳赚不赔 果然在神药的助力下 男人很快就用一百万本金 赚了一千多万 活脱脱从穷屌丝走上了人生巅峰 有了钱后 曾经踹掉他的前女友 也主动找他复合 可就在他沉浸在幸福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 好像得了神药的后遗症 因为他发现 一旦停下吃药 就会变得很健忘 曾经学到的知识 都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等到和金龙大佬交流的时候 他显然开始招架不住 与此同时 其他知道神药的人 也都找了上来 他们试图从男人身上抢走神药 好在他突然想到了 看过的李小龙的武打片 随后立马献学献卖 一亿敌食逃过一几 回到家后 男人赶紧找到药丸 想再来一颗 谁知家里一整瓶药丸 都被他吃完了 好在他把剩下的药 都放在了女友家里 想到自己这个样子 根本不能出门 于是他让女友 把药给他送过来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就当女友给他送药的时候 女友也被一个男人盯上了 这个女人吃下一个神药 因为杀手就在附近 好在三秒后 药效发作 女人的瞳孔瞬间变大 大脑也飞速运转起来 清洁工的大剪刀 和对面女孩的溜冰鞋 都成了可以反击的武器 等确定目标后 女人就直接翻过围栏 尽管他穿着高跟鞋 但就像跑鞋一样 杀手根本追不上他 关键时刻 女人立即抱起一个小女孩 一击致命 随后他赶紧跑步离开了此地 等男人拿到药后 他就把药丸的神奇之处 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但女人根本不听 认为这肯定有副作用 说不见药就分手的狠话 就离开了 其实男人当然知道 药丸有副作用 但他已经习惯了 大脑开发百分百 不想再变回曾经的弱者 为了搞清楚 药效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 他打电话给曾经买过药的人询问 没想到第一个电话里说 那人已经死了 第二个说他现在住在ICU 甚至第三个也成了植物人 很明显大脑高速运转情况下 正在加速自己的死亡 当天下午 男人就遇到了自己的前妻 原来前妻曾经也服用了这个药 好在他没有贪心察觉不对 就停止用药 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他警告男人 一定不要直接戒掉 必须慢慢戒掉 否则就会器官衰竭死亡 为了能多活几年 他花高价买下了一个实验室 拿出一枚神药 让他们在六个月内 研究出没有副作用的神药 并且还在自己每个西装里 缝上隐藏口袋 用来藏药 故事的最后 男人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总 其他人都在以为 他肯定提前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殊不知那些副作用早就没了 甚至他还自学了中文 那么你们猜猜 男主到底说了什么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